大家好 欢迎收看杰森视角 今天我跟大家做一个短节目 主要目的之一是我想在这里感谢大家 从我9月19日开始在杰森视角上上传第一个视频以来 今天刚刚满了三个星期 而今天杰森视角频道的订阅量也正好突破了一万 在过去这三个星期中 大家对我的鼓励、建议和关注让我非常感动 我这里再次感谢大家对我的支持 今天我要谈的话题是想就中共目前宣传体系这一两天 高调宣传报道中共大面积抓捕台湾间谍这个运动 在这里我主要想提醒大家 千万不要认为这种行动2018年中共好像也搞过 而忽略中共在这次搞运动中体现的这种特殊性 这次中共对于台湾间谍抓捕行动是清晰的展现出 中共在中国国内和国外准备进一步施展它的影响力和权威 的一个新政策的体现 甚至是对于中共未来在美国大选后 有可能采取相应行动的一个预示 那么这个事是什么事呢 北京时间10月11日上午 中共各个大机关、大院校突然收到一个消息 就是告诉大家赶快10月11日晚上要收看新闻联播和教练访谈 那么晚上新闻联播节目报道的是啥呢 说近期中共的国家安全机关组织实施了一个专门是针对台湾人的 叫做迅雷2020的专项行动 用中共的语言他描述这个行动是这样 说是这个行动打击台湾间谍情报机关渗透破坏活动 结果呢破获了数百起间谍窃密案件 抓捕了一大批台湾间谍和运用人士 打掉了台湾间谍情报机关针对中共大陆不建的间谍情报网 当然这里头用了一个很特殊的词叫运用人员 我理解呢这可能是中共新造的词来描述呢 在抓捕台湾人的过程中 可能一些相关的大陆人员也被抓捕了 而且紧接着在中共的新闻联播节目之后 它有个焦点访谈节目 专门拿出一个特殊的案例来报道 通过这个案例的报道 我们能更加清楚的看到 中共这一次整个运动的规模和它的特点 它这个案例是什么回事呢 它是报道了一个台湾人叫做李孟居 他先是到香港参加了香港的反送中运动 紧接着呢又到深圳 那么在深圳拍了一些武警剧的照片之后的话呢 在离开深圳的时候被中共国安部门抓获了 在教练访谈中 中共又运用它那老一套 让李孟居在电视上认了罪 我们知道中共这么兴师动众的 先鼓励大家去观看节目 同时又整套的做了一整套的这样的宣传节目 让人立刻想到中共1989年六四镇压之后 对于天安门民主运动人士当时的舆论攻击和打压 以及1999年迫害法轮功之初 对于法轮功学员铺天盖地的舆论打压 而当然这一次它针对的是台湾人 当然是一个大群 一大群台湾人 李孟居本身呢是个台湾商人 当然了他本人也有他的政治诉求 比如他本人是台湾联合国促进会的理事 那个台湾联合国促进会就是一个台湾民间组织 就是希望台湾加入联合国加入世卫组织 这样一个非常普通的一个理念 2019年8月份呢 李孟居当时出于他对香港反送中运动的支持 他就到香港参加了一个反送中运动 在那呢听说深圳拒绝地打批武警 可能大家都担心 是不是那个武警要进入香港 实施暴力镇压 那么出于对于香港反送中人士的这种忧虑 他就特意决定到深圳去看一看 他到深圳以后的话呢 就在深圳湾体育馆外头 看有一些武警在那集合 他就拍了一些照片 录了一些录像 然后发到网上 随后他就准备离境 回去了 但是就在离境的时候 就被抓了 抓了两个月以后 大概在2019年10月31日 中共对李孟居正式批捕 然后呢 以为境外刺探非法提供秘密罪 将李孟居移送司法 一年后的今天 李孟居审判的结果还没有确定 但是李孟居今天在教练访谈节目中 就出现了他认罪这个情节 从中共报道的细节来看的话呢 中共其实很可能从香港到深圳 一路都已经在监控他了 甚至可能在台湾那边都已经开始注意他了 他整个所谓的 因为他拍摄武警聚集现场 这完全是个借口 我们知道了 那个武警在那体育馆聚集 大陆街边看的 就是能看到的群众 几乎人都能看得到 他只不过是拍下来而已 而且的话呢 如果他拍的真是秘密 一路警察都在监视他 那还允许他 如果发到网上 其实这都是 努力想构陷他的一个过程 中共是抓他 肯定是抓定了 即使他啥都不做 到深圳看一眼 往处走也会抓他 给他安个什么嫖娼罪了等等 这都是很顺手的事情 中共为什么一定要抓他呢 因为他对中共作用非常大 一方面 他可以完成 中共一个资源其说 一个说法 因为中共对于香港人 大面积的这种民主诉求 他是不敢给大陆人知道的 中共内部的一个官员体系 统一的说法是啥呢 是个别的香港人 被海外的反华势力误导 然后产生了这样的一个 暴力的港督运动 那他总得要找到一个 所谓的海外反华势力 李孟居在这个时候 作为台湾人 就起到了这个 所谓的国外反华势力 这样的一个作用 所以说本身 对于这一点上来说 为了让中共整个 他自己体系中 对于香港问题 能自圆去说 他必须要抓李孟居 当然了 整个这个抓台湾特务 这个事情 他针对的台湾的人 面是很广的 他形成了一个什么概念呢 他可以分化台湾人 恐吓台湾人 而同时的话呢 让中国大陆人 普遍收看这样的节目 也给大陆人一个洗脑 就是台湾人呢 好像总是来这儿 准备窃取我们的机密 形成大陆人和台湾人 进一步的隔阂 他有必要这么做的原因是 他要打击 开始打击台湾人了 李孟居这个案子 起诉他的原因 说是刷签密 但事实上 在焦点访谈节目中 对于李孟居的罪行 可不远远不止 签密这一点 其中还包括 所谓资助港独 包括网络上的舆论支持 和到现场的支持 包括他参与台湾联合国促进会 这样子一个非常 在自由社会 一个非常自然的一个 个人政治理念诉求的过程 还甚至认为 他挑拨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外交关系 这也是一个罪状 当然中共没把这个 写到他的起诉书上 主要是中共也知道 这些在全世界 根本都是合法的行为 但是他在教练访谈节目中 特意提出来 说出这样的话 事实上就是给所有的台湾人 立一个框子 立一个他让你行为的一个准则 中共这次针对的 绝不是一个狠窄的台湾人群 好像真的是那种 台湾人到大陆来偷情报 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台湾间谍 他反倒针对的是 所有支持民进党的 一个庞大的台湾人群 这个实际上是在很多方面都能体现出来 你包括他对于李孟居过去行为的描述 他的很多行为 无非就是参加了一些民进党的活动 那么都已经成为他的罪状 而且我们知道 在环球时报 就在同一天特意发表了一个社论 他直接针对的就是民进党 他这个社论本身是针对 蔡英文在双十节的一个讲话 但是他的语气非常强硬 甚至直接到了叫嚣战争的这个边缘 他在这个社论中谈到说 民进党这个政权已经全面与大陆为敌 他不再是有可能通过对话解决的一个问题 而是需要通过军事斗争制服的恶毒势力 甚至需要用战争拔出的一个钉子 换句话说 他直接在跟整个民进党 和他背后广大的台湾民众在宣战 我们知道环石他本身在媒体内把他当一个小丑 但是有一点你不得不承认 他把握中共的意识是很准确的 而且他很多时候起了一个特殊的中共喉舌的作用 中共几乎没有喝止他 他不管怎么说中共都没有特意喝止他 不要那么说 他其实是在给中共起一个特殊的作用 大家在今年7月份香港国安法条例中 看见有一条说中共说 如果你在全球各地支持香港的民主运动 你都可能会触犯这个香港国安法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 都可能会被中共绳之以法 很多人认为他是吓唬人 但是从李孟居这个案子 你会清楚的看到 中共其实呢 在立他的法治前 已经在针对香港 针对台湾人 甚至针对其他的国家的华人或者华裔 采取相应的行动 你比如说 他仅仅因为李孟居的个人政治理念 就可能在台湾 在香港已经开始跟踪他 直到他进入大陆以后 找个理由构陷把他抓捕 在整个描述李孟居案子的最后 他特意提到了 台独分子如果再这样做下去的话 会触犯香港国安法 会遭受三年到无期的判刑 而且这次中共对大陆人特别强化 让他们关注这个事儿 要他们接受这个宣传 本身的话呢 根据以往的经验 也是他准备对台湾大打出手的一个先兆 当年的话呢 他要镇压法轮功之前 也是突然开始铺天盖地的媒体宣传 让大陆人开始丑化法轮功 然后呢开始对法轮功大打出手 对于香港民主运动也是 在中国国内大量的扭曲香港民主运动的具体一些事实 让大陆人产生很多民运人士都是暴力人士 这样的一个概念 最终的话呢 开始对香港民主人士大打出手 所有这些都是同出一辙的 那么此时此刻的话呢 他开始对大陆大量的洗脑 让大家知道他要对一些台湾的所谓间谍要大打出手的时候 其实也是他潜在的准备对台湾支持民进党这一派 可能要大打出手的一个预兆信号 因为每一次他需要发出这个信号 让中国老百姓面上或者说是潜意识 开始在意识形态上向他靠拢 然后符合他的思想准则 中国老百姓基本上也习惯性的被训练到了这样一步 一旦发出这个信号 他们潜意识中就会符合中共的想法 产生对于中共敌对势力的仇恨心 我们知道 就是这一次他抓住这个时间突然开始做这个事情 也是经过紧密计算 一方面短期计算 是这个概念是在环球时报那个社论中透露出来的 前两天海外媒体对于蓬佩奥和美国国家安全委的一个 奥布莱恩都问了一个台湾被中共攻击的时候 美国会不会武力保护 两个人其实都没有明确的说任何出格的话 他们只是延续美国传统的模糊政策 就是既不明确的表示武力会支持 也不明确表示武力会不支持 这事实上有具体原因的 我在我刚刚做的一期节目中 有详细的论述 这一点我就不说了 但是呢 中共就觉得好像美国不愿意在武力上保护 这样的解读使得中共这时候可以认为他大胆的可以对台湾做点事情 更重要的是 中共也清楚的看到 美国现在大选进入了白热化 几乎所有美国的政客都卷到了这个竞选过程中 而且呢 中共从很多左派媒体上看到的消息 好像川普在这次选举中有可能会被拜登击败 那么中共就看到了一个非常非常让他们兴奋的一个希望 因为他知道奥巴马政府是怎么处理台湾问题的 2017年就爆出了这么一个消息 说呢 是2011年发生这么一个事情 当时奥巴马政府国务卿希拉里 收到一个邮件 这个邮件里头呢 说有人给他推荐了一个纽约时报的一个社论文章 那个社论文章是啥呢 就是说为了美国的利益我们应该放弃台湾 他主要思想是说 美国应该跟中共做交易 说中共如果你同意免去我欠你1.4万亿美元这样的国债 那么你想怎么对待台湾 你都对待我根本就不管 这样一个就是极其荒谬的社论 有人传给希拉里 说希拉里你最好看一看这个社论 而希拉里呢 在回的一邮件中 说我已经看过了 这是个非常聪明的想法 我们以后具体再谈 整个这个消息非常清楚地展现出 希拉里和奥巴马政府对于台湾的态度 中共非常希望 如果拜登当选以后 能延续奥巴马当时政府这个思路 跟他做这方面的交易 总结来看 这一次中共针对台湾抓捷捷的这个事情 大家千万不要忽视 它很可能展现中共对于台湾政策的一个重大调整 至少是对于台湾很多民众政策的特别的调整 所以说很多台湾人士一定要特别小心特别留意 能离开大陆的 又离开 好 在这次节目最后的话 我再回应一下很多朋友对我的建议 就是说呢 在我的节目最后 是不是回应一下 大家普遍问的一些问题 在我过去做的这几期节目中 我发现有一期节目 很多人不高兴 就是那一期解放军千万别打仗的一期 首先我这里跟大家澄清一下 在那期节目 我并不是在比较是解放军厉害 还是台湾厉害 还是美国军队厉害 我为啥说解放军千万别打仗 原因是因为中共那边每天都喊着要打这个打那个 因为他们每天要喊着打仗 所以说我给大家说 你别说你打仗 我举的实际的例子是说呢 中国军队目前独子的比例是非常非常高的 我这里说的独子并不是说家里只有一个孩子 而是说家里只有一个男孩子 因为古代征兵的条里头 也说什么三丁抽一丁 五丁抽两丁 这样的一个说法 意思就是说呢 三个男孩只争一个男孩 五男孩只争两个男孩 而独子他是不去争兵的 我们也知道 中国农村有些家庭不止一个孩子 但是很多家庭 他实际上只有一个儿子 他很多家庭是生了好几个女孩 之后生了一个儿子 好了就不再生了 所以说呢 很多人说 很多农村其实不是一个孩子 我说你是在跟我咬文嚼字 我说的事实上是男孩子 很多家庭真的只有一个男孩子 另外呢 有人不喜欢我说 中国军队很娇气 就是如果你有这样的观点 你给我提供一些具体的实力 我会可能更加认真地对待你这个观点 但是我自己的很多研究 确确实实展现出 中共的军队很娇气 你比如说16年 当时中共有个维和部队 在南苏丹维和的时候 保护一个村庄的村民 但是南苏丹两个武装派别打起来了 一个炸弹就直接炸到了 中共维和部队的营地 炸死了两个中共士兵 结果中共军队立刻丢弃营地 丢弃武装设备 丢弃他们要保护的村民逃跑了 而且呢 同时网上还有一个网友 随后给我提供另外一个消息 说他真的看过央视 对于中共维和部队的一个报道 当然中共那个报道主要是为了体现 中共维和部队的辛苦 他当时说了说 中共维和部队在吉普车 有一天开出去的时候 突然后门被打了一枪 结果从此全体部队 每天连睡觉都穿着防弹衣 早都不干洗 而且在采访中 有一个领导的样子 还跟记者哭诉说 睡觉太热了 一天到晚穿着防弹衣 哦的那个味儿呀 真是太大了 说着说着还流眼泪了 所以说呢 你的观点我尊重 但是呢 最好拿来事实跟我分享 我会如果觉得合适 我会在这里跟更多的人分享 好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下周再见 希望大家订阅 杰森视角 因为还在摸索中 节目可能出的不规律 订阅频道的时候 一定要记住 按那个小铃铛 这样才能保证 你随时能收到 我最新的个人点评节目 我会订阅 请Most mistake